英國首相馬卓安結束三日訪華行程 在1991年今日到香港作短暫的訪問 他的記者會上提到本港政政問題 馬卓安說有關英國會否和中國商討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席 要等即將舉行的首次直選之後才再檢討 他又否認會換港督 不過沒多久慰益順著事就告別香港 2009年9月4日中國在東海舉行49年以來 最大規模的海上搜救演習 出動30多艘船隻和1,000多人參加 演習模擬一手載著近400個旅客的客輪 在行駛途中和一架載滿化學品的船隻相撞 黑輪嚴重入水 船身開始傾斜下沉 旅客慌忙逃生 今次大規模演習 第一次出動 海軍當中排水量最大 和設備最先進的醫療救護船 演習歷時大約1小時 也第一次動員15個部位 聯合參與搜救 指揮部說演習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2007年9月4日被譽為神童的數學天才沈思君 獲得浸會大學破格取錄 今天第一天上學 參加浸大的開學禮 這位9歲的男童成為全香港最年輕的大學生 今天我是第一天上課 心情興奮 因為可以繼續讀數學 沈思君用了4年時間 修讀完5年的數學理學士和數學哲學碩士商學委課程 在這次情況下中排很大 棒… 我們在這次前面